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講講 Ambridge 全加拿大最大的天然氣輸送公司 它2023年第一季的業績 出了業績之後 其實就是符合預期或者輕微好過預期的 但是for some reason 股價就由54元左右 before它出業績 去到49-50元這個水位 跌了大約7-8% 自從2022年第四季 再沒有跟大家分享Ambridge的業績 最主要來說 因為它非常穩定 亦都因為這種穩定 就是我長期持有的公司之一 但是 過去一年大家知道 這個利息狂加的時候 for some reason cash which 即是很踏水的公司 例如微軟 或者是Google 都是大跌的 甚至Amazon 我本身也不是太看好 但是股值實在太吸引了 所以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為了吸納這些公司的時候 我不是無限子彈 所以我丟了部分的 Ambridge Unilever 來買入這些公司 以至於 在過去一年 很感恩 在科技股裡面 賺了不少 現在 既然科技股公司 已經升了不少 的時候 同一時間 Ambridge 居然 就輕微地跌下去 又再一次吸引的時候 再跟大家 來分享 因為一段時間沒有分享 順帶一提 看Ambridge的業績的時候 看他的 Financial Statement 財務報表 就要小心 因為他是一間 天然氣 石油輸送 或者儲存的公司 所以 他來貨的 就是一些 海鮮價的 石油 和天然氣 但是 跟著 就立即轉手 買了給人 賺了差價 所以 他的 收入 和 開支的波動性是超級大的 但是 同一時間 是未必很重要的 例如 他在第一季的時候 Webinar 12.1 Billion 對比上年同期 就下跌20% 好戰爭開打的時候 那個 石油 天然氣價格 爆升得很厲害 現在 就去回 你可以說 Pre-Covid 的水位 但是同一時間 他的Expense 又下跌26% 去到9.4 Billion 當你收入 雖然縮了水 但是 你的開支 縮水的程度 更加大 的時候 令到 Operating Income 就2.7 Billion 這樣 就上升了10% 也算是 非常健康的 一間公司 公司 通常 就用 Adjusted EBITDA 來做計算 什麼叫 EBITDA 就是 盈利 加回 稅務 加回利息 以及 加回 折舊 就是Adjusted EBITDA 4.5 Billion 上升8% 當中 你如果分開 不同的部門的話 天然氣輸送 和 中油的業務 分別 賺2.4 Billion 和1.2 Billion 上升6% 和12% 比起上年同期 最主要來說 就是 那個 Volume 輸送量 就大了 而這個margin 又不見得 有太大的改變 在當中 再加上 就是 他 收購了美國的 Spectra 那間公司之後 他在美國的業務 賺美元 美元上升的時候 他有一定程度的受惠 現在美元下跌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點蝕卓呢 他自己都會做一些FX對沖 和天然氣格格的對沖 那些數字 互相 有時候波動一下 就不是最有材料的 他未必去到銀行那麼偉大 可以話書到趴街 所以 暫時來說 我通常不會理會那些數字 但是這兩個板塊都是來上升 再加上 最主要的輸入管 有一些訴訟問題 各方面 都是解決了 雖然有賠償上面 有一定程度的彈性 和 uncertainty 但是最主要的關注位 就已經 解決了 這個 可起可可 同一時間 他那個 Gas Distribution 即 你安省 或者是去到 Kewback 那些天然氣 這個冬天 就算非常冷都好 都可以溫暖地 安在家中 其中一個 就是因為 Ambitch 當然你要付錢 這一方面 Price 有一定程度的受惠 同一時間 Valium 因為 客戶群 多了 安省 新移民 居住 多了 屋 多了 都是上升了 哪怕 你回顧冬天 下雪是多的 但是 整體來說 溫度 就不是太冷 開天然氣 的情況 就不夠以前 多了 所以互相抵消的時候 這個版塊 只是輕微上升了6% 去到0.7 另外 Renewable Energy 之前的 Ambitch 賣了不少盤 現在又嘗試來整顧 但是這個版塊 是139 M 不是B 下跌了13% 當能源價格 來到下跌的時候 主要的版塊 就是互相offset 只是賺了margin 沒事 但是這個Renewable 再生能源 真的賺 能源的價錢 浮動 就會影響到 當下跌的時候 跌了13% 也不算太誇張 也算健康 長遠來說 尤其是Renewable Energy 很多風塔 就是賺了電價 電價都應該繼續 來攀升 加上政府大力推動 人們用多些電 用少些油的時候 這個東西 亦都會有一定程度影響 到時 比電更貴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 人們反而反而珍惜 汽油車都未頂 Anyway 這個不是重點 Adjusted Earning Per Share 雖然 EBITDA上升8% 但是它是8.5% 只是輕微地 僅僅上升1% 因為 Ambush 有很多 大量投放的投資 來建築 洞油管 各方面 儲油 柱油 那些 缸 在這種情況下 Maintenance 又多了 Capital Expenditure 成本投放 開支 亦都非常大 那些錢從哪裏來的呢 借回來 一借借幾十年 有少許像我們那些 Mortgage 過去 一年 如果你看回 Inflation 有二十幾%的 Contribution 就是升幅在 Mortgage 當中 應該說 Mortgage 升幅 有二十幾% 而 這 Contribute 為一個 最主要的 Inflation 動力 Mortgage 也不例外 雖然 有部份 Debt 是 Fixed 的 Rate 定息 不是浮息 但 利息上漲 都令到 成本 增加了 20% 互相抵銷 即使 EBIT 上升 同一時間 利息 就躺平了 Distribution Cash 都是 輕微上升 30% 到1.57% Distribution Cash 即是 現金流 可以 釋放出來 你當它 正常公司 的 Free Cash 即是輕微地上升 未來 全年 預測展望 覺得 Adjusted EBIT 就會輕微上升 3-7% 到15.9-16.5 之間 而Distribution Cash 很 Dependent Interest 繼續上升 多少 所以 估計 可能會跌 3% 到4% 不等 目前 加拿大又再加息 都會對它 有一定程度的壓力 雖然 你看 幾樣東西 美元 會不會繼續上升呢 因為 有部分業務 在美國的時候 都會有一定程度受惠 現在美元 似乎跌下來的時候 再加上海鮮價 再加上它自己會對沖的時候 會有一定程度的少少影響 再加上 現在央行有加息的時候 可能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衝擊 在當中 雖然 不算大的應該估計 去到2025年 他估計 無論是 EBIDA 或者Earnings Per Shared 都有4-6% 的上升 每一年 2024 2025 接著 Distribution cash flow 輕微上升3% 與此之後 打後 2025年之後 他估計每年有5% 你可以說 5% 好像沒什麼肉吃 我自己也有這樣看 你估值還估值 你如果用 Distribution cash flow 所謂的 現金流 來計算 他的數字 的時候 又或者用 他的派息 所謂的 Dividend Method 來計算的話 都得出了一個結論 我自己也得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 Tabicat price 大約是 61元左右 現在來說 有一定程度的 undervalue 在當中 你不需要去到60元 或者61元 你只要 在55元 都已經翻了10% 再加上 他自己本身 有6-7% 的股息 都已經 幾和味 盛在因為這間公司 是非常穩定的 世界末日 可能 才死到他 加拿大冬天 亦都不會 全球暖化 一個地步 變成一個熱情的沙漠 根據過去的經驗 全球暖化 就會令到 一些本來很熱的地方更熱 或者 很熱的天氣更熱 但是 就令到一些很冷的天氣更冷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再加上 他受到 一定程度的規管 這些規管公司 雖然 可能 在環保上各方面 都有一定程度的 條例 或者會有些人 有訴訟 說這條油管不應該放在這裏 那些情況 但同一時間 是享受一種壟斷的 一個情況 即是你已經鋪了一條 輸油管來的時候 假設m被處 然後 譬如 Google 或者現在威 NVIDIA 用AI 來發明一件事 都不會 對裁 這條 輸油管 哈哈 你用AI 你不用輸油管 你要凍死的 你知道嗎 那時候 他就 整座佛 動在這裏 就勝在 穩定 這些穩定公司 根據蕭生 來講 就是吃屎的 好像 李嘉誠 不斷 去買這些公司 始終 就會灰飛煙滅 現在李嘉誠不斷 來賺多點錢 又聰明地 將錢走一支 我自己會覺得 這些公司 雖然 在長遠來說 不夠科技股 那麼強勁的 升幅 但他除了性在穩定之外 這個世界 永遠有一群人 像蕭生這些 就會來 去挫死 去看不好 於是 他的股價 就會跌了 假設你不相信 一元一元 你當他最高的目標價 這樣才算 只要他55元 當他是個中位數 你去到 高於55元 你就會扔貨 扔少些 扔少些 讓你純粹吃息 如果跌破了這個數 你在那個位置 反而 你就會賺 一個更多 50% 的 增長 這個是我自己的 mentality 所以呢 我永遠都 當他是一個 例如現金的一個儲蓄戶口 買這些錢進去 然後去到一定程度 如果它在Under Value的時候 進入多些 Over Value的時候又扔多些 在這個操作上 賺多些 其實一個小股問題是這樣的情況 我講講我自己 李嘉誠也是這樣的 譬如英鎊大跌的時候 他就進入多些這些公司 賺了差價 假以時日的時候 又跌到賤了少少 於是他就鬥了 最後在The End Of The Day 他不只是賺5% 最後是賺10% 甚至20% 這可能是一個價值投資的智慧所在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Biddybarata Again,純粹個人意見 股票自己投資 自己研究自己買 自己負責 非常重要 所以緊攻參考而議